腎疾疏尿管结石案例 有一块七成五毫米的结石在输药管上断 医生建议暂时先用药物缓解 等经期过后再做碎食处理 吃了两天的药 左腹还是疼痛 睡不好 没胃口 大小便不顺畅 没体力 几天后感觉身心疲惫 难以再承受 于2020年10月10日 求助于原始点中心 条理细节 一 偶尔到中心全胜按推 二 每天干浆50克熬煮浓浆汤服用 随着症状的减轻 慢慢减到30克 三 红豆袋暖贴 电热弹交替使用 每天温敷10个小时 四 跑步礼佛 每天运动1小时 五 煮饭烧菜加入姜 胡椒 花椒等温热性食材 六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调理过程 2020年10月10日 调理第一天 按推后疼痛缓解 身体轻松 精神愉悦 回去后温敷喝姜汤 当晚食欲改善 睡眠状态良好 大小便顺畅 并且排便两次 10月11日 第二天 早上排便两次后 整个人感觉很舒服 体力也改善了 去中心做第二次按推 回家后继续内外热源 10月12日 第三天 早上小便时 有刺痛感 但肚子已经不痛了 也没有其他症状 所以没去中心按推 在家里自己调理 10月17日 第八天 妇科历检时 顺便请医生 确认 结石的状况 B超显示 输尿管里 没有石头了 但两肾 仍有结石 左肾还有少量金叶 因为工作繁忙 有空时 才去中心做全身按推 主要是改变生活坏习惯 每天认真落实 原始点的各项细节 2021年4月27日 经过约200天的条例 再去医院复查时 发现双肾 及左侧输尿管结石 都不见了 左肾肌液也没有了 身体恢复正常 个人感悟 这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缓解疼痛 甚至无需碎食手术 而自行排出结石 实在太神奇了 原始点让我深信 人体有强大的自愈力 只需遵循原始点五大方向 即能达到疗愈疾病 增长寿命之目的 感恩张昭焕医师研发原始点 感恩忠心的所有义工老师